经习近平决地反击 不仅要连任还要争取这两个称号 有好戏看了四国首脑峰会闭幕 中俄军机联合飞日本海 成交组芬兰瑞典加入北约 土耳其得了这样一个甜头 联合国人权官员新疆行 王毅健行赠重礼 您懂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2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故事真法 中共二十大将在今年秋召开 尽管习下礼上传言不断 李克强也异常活跃 但习近平已经开始了反击 在二十大上不仅争取连任 还要更升一级 拿到领袖和党主席的称号 近期中共党媒密集为习近平造势 港媒《明报》23日引述北京正情观察人士表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既在中共十九大获得中共核心的称号后 二十大将再获得领袖尊称 这也将是继毛泽东之后第二名获得领袖称号的中共党国领导人 有观察认为习近平将在中共二十大以文件形式正式获领袖称号 并恢复党主席职务 而这对所有人特别对于官员们来说会非常恐怖 党内必然有一场暗战 中共党媒新华社5月23日起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网络短片 其预告片称 要让民众认识一路走来的习近平 中国资深媒体人黄金秋分析 中共二十大于年底前召开 肯定要提前半年就开始造势 这些宣传片肯定早就已经拍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通过 现在开始播出 接下来还会逐步的升温 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冯崇毅分析指出 恢复党主席这些传言在十九大前后就传了很多 习的马仔跟班出谋献策 会故意出来放风 适时反映如何再做下一步行动 他说如果重新变回党主席 习正式成为领袖 就像当年毛泽东一样 会一直走到文革那个程度 所有人都面临灭顶之灾 在中共历史上被官方称伟大领袖的只有毛泽东一人 近几年对习的领袖之称早已在官媒使用 包括官员的送习口号中 今年4月17日 广西省委喊出永远拥戴领袖 捍卫领袖 追随领袖的口号 但4月22日 习近平在广西当选二十大代表 官方公告的表述已改为 忠诚核心 拥戴核心 维护核心 捍卫核心 未再提领袖字眼 广西官方派发到基层的送习口袋书也被回收 官媒报道申出 对此冯崇义认为 在独裁政治里 只要谁在位 底下人就要去博好感 以继续升官 而当权者也要展现他收放自如 中宣部部长 人民日报的社长 各大党媒总编都是习的人 他们如果觉得 有些个人崇拜做法太招眼了 会往回收一下 然后放一下别的言论出来 冯崇义不认为 这是王沪宁一个人 在为习捣弄领袖这件事 还有王手下一帮人 献媚妖宠的人多着呢 习近平能走到这个地步 不是靠王沪宁一个人 是那些王国派要保全 然后跟着习做利益捆绑 除了前述50集送习短片 中共新华社于5月17日称 在5月11日播发通讯 习近平的文化情怀后 即日起 再以此为题开设栏目 推出系列报道 中共中宣部5月12日 则已举行 中国这10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吹捧习上台10年的政绩 尽管官方明显为习近平权力 延续铺阵 但目前外界关于习近平 能否继续第三任期 仍有不同看法 特别近来面对当局 坚持疫情动态清零政策下 经济受到正创和民怨沸腾 以及中共在俄乌战争立场 中美关系紧绷等不利因素 或对其连任构成冲击 外界对习的负面传言也不少 包括朱镕基反对习近平连任 网上流传的朱镕基提出的九条意见中 首条就是反对目前的清零防疫政策 之后还有元老逼宫 习近平让位李克强等等传言 冯崇义说 因为习一旦搞了终身制 随时会将任何一个人拿下 这对他们来讲非常恐怖 比如最近传说习要官员切割海外资产 中国人被动到这个东西是很心疼的 本来要升官就为了发财 发财就为了传给子孙 但现在把这个路都断了 他们会非常痛苦 他认为朱镕基这些元老发话 可以起一些作用 最近当局发文件 要离退休干部不得妄议 就证明是那些老人在表示不满 朱镕基可能真的上书谈了很多东西 所以现在用党计来封口 但冯崇义认为 现实的问题是 朱镕基这些人老了 而现任政治局常委里头 无人能先翻习 中共二十大之前 幕后反习势力会加紧对习的攻击 政局仍然存在一定的变数 北戴河会议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24日上午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登场 四国领袖发布联合声明称 坚决反对旨在改变现状 加剧紧张局势的胁迫 挑衅或单边行动 外界认为考虑到中国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增强 与会四方磋商合作应对 四国首脑表示 将以法治为基础 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在四方安全对话时 俄罗斯和中国的军机飞到离日本领空很近的地方 日本方面迅速应对也起升战机 四方安全对话正式聚焦地区安全的会议 据报道 两架俄罗斯图95轰炸机和两架中国轰右战略轰炸机 飞入日本海以及东海上空 对此岸信夫在视频新闻会上表示 令人非常担忧 岸信夫还说 此举非常具有挑衅性 因为在东京正在举行四方安全对话 他还说 当国际社会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中国却同侵略者一道进行这样的活动 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这是无法忽视的 无独有偶 韩国军方也声称 在四架中国军机和四架俄国军机 进入韩国航空识别区后 该国也出动了飞机 本次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是自去年9月美国华盛顿峰会以来的 四国首脑第二次举行面对面的峰会 会议开始时 主持会议的岸田文雄首相 在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指出 我们绝不能允许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形状 尤其是在印太地区 四国首脑就包括尖锐半导体研发 和加强供应链等经济安全领域 在内的广泛合作进行了讨论 会议并构建旨在监视该地区 非法捕鱼的信息共享框架 四国首脑对乌克兰局势的灾难性冲突表示担忧 并确认有必要尊重任何地区的主权 和领土统一的原则 四方领导人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 除以避免指明的方式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不允许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形状 谴责朝鲜推进核岛开发以外 联合声明还写入了因如何在印太地区展开合作的内容 即未来五年进一步支持和投资基础设施发展的政策 启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新框架 将建立太空领域的合作机制 例如向各国提供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四个国家的卫星数据 他们同意在未来五年内为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 提供超过500亿美元的支援和投资 以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土耳其阻止芬兰瑞典加入北约 其实压根就是醉翁之意不再救 想趁机勒索美国 希望减少阻拦他们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打击 近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突然宣布 将在南部国界展开军事行动 来构建30公里深的安全区 以应对来自这些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 传说美国允许土耳其对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 以换取土耳其同一瑞典籍芬兰加入北约 据多头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当地时间23日宣布 一旦军事 情报和安全部队完成准备工作 就会执行计划 尽管土耳其并未说明针对地区 但外界认为目标是针对叙利亚北部 自2016年以来 土耳其已在叙利亚北部发起了几次军事行动 打击库德共产党的叙利亚武装分支人民保护部队YPG 有传闻指出 美国政府已允许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库德YPG阵地的进攻 以换取土耳其同一瑞典与芬兰加入北约 在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进入新疆调查之前 中共就已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集体中共背书 据中共外交部称 在周一与米歇尔巴切莱特的一对一会谈中 部长王毅表示 希望他的访问将有助于澄清 有关中共在新疆打压维吾尔人的错误信息 王毅还要求巴切莱特帮助北京终止谣言 为此 他特向巴切莱特女士赠送了一本习近平总书记的书 据中共官媒观察网报道 王毅昨天向巴切莱特女士赠送的书 是音译版的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论述摘 米歇尔巴切莱特是自2005年以来 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联合国人权负责人 此前 他与中共政府就访问新疆的条件进行了多年谈判 法刑社引述国际人权服务社的拉斐尔戴维说 巴切莱特女士必须明白 现在的事情关乎到世界对联合国的信任问题 外交人士告诉媒体 在周一与外国使馆代表举行的视频会议上 这位秦智利总统保证他将访问拘留中心 以上就是本期《妄为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 我是粤语主播Serena 我们漫威TV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粤语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看世界 粤语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我们下期见